潜力股,今天講到中芯 中芯走勢不錯,其中重要原因 技術走勢,其一 平均線都出了一百百,只剩下一百天線未穿 十天二十天五十天都穿了,顯示平均線角度來說是不錯的 拔走它,很煩,很多線阻礙 如果用形態來看,第一,下降軌穿了 而且穿的那天,十字星日是用上升裂口來穿的 我比較喜歡這種穿法,上升裂口突破下降軌 或者用上升裂口突破的重要阻力 這是好的,這是第一個 好,拔走它 記住,平均線穿了 接著,這幾天 已經升穿了一個底,兩個底 雙底的頸線都穿了 雖然穿得來不是很強勁 因為剛才說了,如果是強勁的話 穿頸線就飆到它才叫走勢強勁 它就未知飆到它 可能跟這裏,之前有一個密集區仔 很多成交的,現在飆到上來 可能也受回頭壓力,所以未知未能飆上去 總而言,穿了頸線都是另一個好的跡象 加上它最近又再回購股份 估值又降低了,十年來的低位 所以又入藍籌 總理因素支持之下 有機會出現比較理想的表現 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真的有興趣操作 其中一個重要支持位 當然是 雙底,小雙底的底部支持 可以代表 因為剛才說過,破了上去 它不是很強勁 所以可能會回到頸線之下 回到頸線之下 迫近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 15元左右 就可以考慮吸納 用這14元作為止 蝕位,14.5元左右 薄一薄它衝上去 接著下一轉衝穿這個位置 這16角境的時候 就出現比較帥氣的走勢 到時就挑戰比較高的水平 可以考慮這樣的操作 總而言,下跌風險就小了很多 上升的潛力是大於下跌風險 所以可以考慮下這個股份